为什么高龄资本和创始人陈邦家仓而演科 这就今天的话题 13世纪末 世界上第一副由玻璃制作的眼镜诞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 由于威尼斯玻璃制造业发达 有一天一位玻璃工在安装玻璃窗户时 发现通过凹凸不平的玻璃可以把看到的东西放大 从而可以改善人的视力 于是世界上第一副玻璃制作的眼镜就这样诞生了 从固定在帽子上到固定到皮带上 再到织在鼻梁上 直到17世纪中叶 眼镜的发展才日趋成熟 也逐渐的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 直到目前 眼镜依然是改善近视 矫正趋光不正的主要方法 近视已经成为全球流行病 也被称为21世纪的公共健康问题 整个东亚地区已经成为近视的重灾区 影响80%到90%的毕业生 根据数据统计 中国大陆的小学生的近视比例 为30%到50% 初中生的近视比例为60%到70% 高中生为70%到80% 我国近视患者的数量接近7亿 而近视率也高达50% 远远高出全球33%的平均近视率 我们普遍认为近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拍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问题 大不了18岁以后去做激光手术 但事实却是 近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首先第一大困扰就是花费 根据一项全球统计调查发现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开始戴眼镜 我们如果按照80岁的寿命来计算 他需要在眼镜 验光等各种额外的服务中 花费约17000美元 而且越早戴眼镜 花费越高 第二 近视会带来多种并发症 近视眼黄斑病变 已经是与近视有关的 不可逆的视力丧失最重要的原因 一项研究表明 多达10%的病理性近视患者 会出现这种并发症 其中30%的患者会出现双侧症状 2015年 全球1000万人患有近视眼黄斑病变 其中有330万人失明 另外 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 发生视网膜脱离的危险性同样会提高 从近视度数来分 100到300度为低度近视 300到600度为中度近视 600度以上则为高度近视 在临床上 医生发现在高度的近视人群中 有10%的比例会出现视网膜病变 而在视网膜脱离中 70%是近视眼 第三 会影响生活质量 随着科技的进步 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 矫正趋光不正 但是无论如何矫正 都会显著影响生活质量 据统计 准分子手术的患者 生活质量下降7.1% 佩戴OK镜的患者下降13% 佩戴框架眼镜的患者下降15.8% 而佩戴隐形眼镜的患者下降17.3%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电子设备的频繁使用 近视正在加速蔓延与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到2050年 全球近视率将从现在的33% 飙升到52% 高度近视的患者 将从现在的4%飙升到10% 和近视不同 白内障 则是影响老年人视力的重要威胁 白内障就好像白头发 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出现 根据统计 我国60到89岁的老年人中 白内障的发病率高达80% 而90岁以上的人群 白内障的发病率高达90%以上 而近视和白内障 正好是阿尔眼科的两大营收来源 阿尔眼科 这家2003年由陈邦畅建的 专业眼科医院 自从2009年上市至今 股价涨了快50倍 那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阿尔眼科到底如何赚钱 根据公司披露2021年半年报显示 从营业收入来看 趋光手术的占比 高达38.72% 世光服务占比为20.75% 白内障手术为14.6% 然后分别是眼前端手术和其他项目 以及眼后端手术 从营业利润来看 趋光手术的占比为45.75% 世光服务的占比为22.54% 白内障手术为11.37% 我们重点看一下趋光手术这一项 去年全年的占比为36.51% 今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到了38.72% 而根据公司去年的财报显示 趋光手术正是公司最赚钱的项目 毛利高达58.12% 除了趋光手术以外 包括世光服务 眼前端手术的毛利都比较高 平均来看 公司的各项业务 毛利接近50% 而且最近10年的毛利都在不断地提升 在趋光手术中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 安全性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全非苗 ICL等技术的使用 占比不断提升 而这些手术费更高 利润空间也更大 分级连锁 这是公司根据中国总体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所打造的体系 这个体系分别由中心级 省市级 地市级和县市级的医疗机构组成 这样的组织框架中 内部可以实现技术共享 下级医院可以获得上级医院的技术支持 还可以对患者进行分级诊疗 西南症患者会被送往上级医院 而普通患者可以在下级医院诊疗 这样可以保障公司的医疗资源充分利用 提升效率 除了分级连锁以外 还有就是公司的规模优势 阿尔眼科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眼专科医疗机构 截止到2020年11月 阿尔眼科在全球的医院总数来到了600多家 其中中国内地有500多家 欧洲有超过80家 东南亚有12家 中国香港有7家 美国有1家 近年来 公司通过并购整合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 也在全球享有最顶尖的眼科医疗技术和资源 规模优势还反映在了费用率 公司所处的行业并不是轻资产行业 而眼科也比较依赖医疗设备 我们看一下公司目前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都是下降的 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所以从中可以看出 公司的规模优势是显著的 整个行业的产业链比较简单 它包含上游 也就是原材料的供应商 紧接着就是中游 眼科医疗器械 然后才是下游 医疗机构 我们这里仅仅从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来分析一下 阿尔眼科的行业地位 一般情况下 企业的应收账款大幅提升 代表着行业的竞争在加剧 而公司的地位在下降 相反 如果应付账款提升 也从一个侧面表明 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稳固 我们看一下阿尔眼科这两项指标 在营业收入不断扩大的同时 应收账款不断扩大也很正常 而在此时 公司的应付账款的比例的提升 超过了应收账款 从中可以显示出阿尔眼科 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 还是比较稳固的 另外 公司的ROE也是常年稳定 而且从2010年到现在 还在不断地提升 一 目前阿尔眼科在全国市场份额不到10% 但是已经远超同行业的竞争对手 而相比公立医院的大而全 阿尔眼科专注于眼科 又有全球的技术人才和资源的把持 显示出一定的优势 而眼科的手术 基本不在医保范围内 所以医保控肺对阿尔眼科的影响有限 二 无论是近视患者还是白内障患者 在未来相当的时间内 都是不断增加的 所以这个需求是实实在在的 尤其是老龄化 带来的白内障患者激增 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总体提升 消费升级 尤其是看百万人口的白内障手术例数 我国的提升空间其实还有很大 再有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 我国的趋光手术的渗透率依然不高 因此也有提升的空间 总体来说 阿尔眼科无论是公司本身 还是他长期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 都算是优等生 行业本身不属于轻资产 但是资产本身也不太重 这点跟牙科很不一样 牙科的门槛就要低很多 所以阿尔眼科的这些行业业态 阻挡了不少潜在的竞争对手 同时阿尔眼科也具备快速扩张的潜力 可扩张 可复制 行业天花板又很高 又具备服务的属性 再加上未来的需求的潜力 让资本市场很喜欢这家公司 前一段时间 随着医药板块的整体下修 阿尔眼科的股价也大幅回落 目前公司的股价开始超跌反弹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公司的大股东 都是如何操作的 高龄资本是近年来 资本市场上的明星投资公司 在公布的记录中显示 高龄资本在阿尔眼科上的投资 是逐步增加的 公司的股价在年初 有一次大幅的调整 而高龄资本选择了果断加仓 可见是看好阿尔眼科的发展 如果高龄在3月4月加仓 那么加仓的成本 接近45到50元 但除了阿尔眼科以外 高龄还在二季度加仓了龙基股份 对了 想了解龙基股份的朋友 可以回去查看几个月前做的视频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创始人陈邦的持股变动情况 在近五年来 陈邦的持股数量 从一亿七千万股 增加到了八亿五千万股 尤其是在今年的二季度 也就是公司的股价暴跌之际 创始人陈邦选择了大幅加仓 当然选择了好公司 只是投资的第一步 阿尔眼科虽然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但是公司面临的风险也不小 首先就是医疗纠纷 阿尔眼科在2020年 门诊量超过一千万人次 而手数超过一百万例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投诉 规模也是依然庞大 再然后就是整个医疗体系的改革 政策的变动 对公司 对行业的影响也非常大 当然还有公司的高估值 爱尔属于所有人都知道的好公司 这类公司最佳的买入点 往往就是坏消息来袭 行业矩阵 整个市场下修的时候 从股价来看 公司虽然短期有反弹的迹象 但是长期来看 公司的估值依然处于高位 当然高并不意味着公司不涨 我们在这里只是客观地反映公司的估值 公司的历史估值 一般都是在50倍到114倍的区间波动 前一段时间还是很开心 公司终于下跌了 没想到短短三周 公司的股价就大幅反弹20多个点 俨然要开始周线连两红 股价要翻红的走势 这也再次印证了资本市场 短期股价是无法预测的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紧盯公司的基本面 在市场先生疯狂的时候 好好利用它 我现在哦 在那个哪里 我现在就不能动 蒼漂亮股价